第三百八十九集 叶晨依旧云淡风轻淡漠的声音落下 你也要拦我 我的剑可不答应 老人摇摇头 我虽然是首邀的宾客 但是和黎家没有太大的关系 现在黎家已死 我更不会为了他们站出来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要你手中的黎月之琴 它对我很重要 我这一生都在寻找这类法器 如果你愿意出手 我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 啊 还有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秋道 昆仑须有些朋友看得起我 叫我秦痴 当老人亮出身份的刹那 丁韵儿以及所有人的表情 几乎窒息 居然是秦痴秋道 秋道当年还是入圣境的时候 可是一曲魔音 斩杀十位入圣境强者 没想到现在居然跨入了圣王境 如果得到黎月之琴 那他的实力绝对会翻好几倍啊 看来秋道这次是一定要拿下黎月之琴 不过那面具青年是个剑修 黎月之琴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啊 如果将此物拿出和秋道建立一些关系 对他今后在昆仑须摆利而无一害呀 丁韵儿知道秋道的实力 自然不希望秋道对夜晨出手 便站了出来对夜晨拱手道 先生 这笔买卖可以做 不过 我听说秋老在昆仑须的一处秘境 得到了一品零件 秋老 如果你拿了零件交易 应该更诚心一些 很显然 丁韵儿实在为夜晨说话 秋道却是没想到 丁韵儿居然连秘境的事情都知道 高看了一眼对方 然后看向夜晨 灵件我已经送人 但是小兄弟 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把黎月之琴给我 我欠你一个人情 还有 如果下一次 我得到灵件法宝 第一时间赠予你 很明显 秋道根本不打算拿东西交易 而是空手套白狼 话语之间 一道圣王静的威压 向着夜晨笼罩而去 咄咄逼人 丁韵儿脸上有些恼怒 连忙道 秋老 你这样仗着修为 对付一个小辈 不好吧 如果传出去 你在宽伦虚的名声 可不好听啊 秋道丝毫不理会 丁韵儿 而是看向夜晨 小子 我知道你是剑修 这黎月之琴 对你来说 根本没用 你看着办吧 如果不交出来 我会不喜 有些东西 你不一定有命能吃下 面对秋道的咄咄逼人 夜晨笑了 笑得无比的斯文 随后一句话语 就这样缓缓地落下 谁说这黎月之琴 对我来说没用啊 雨落 斩龙问天剑 直接从轮回墓地 飞了出来 下一秒 向着黎月之琴射去 同时 夜晨手指掐绝 耳边不断响起 不灭之主的炼翘之术 他的周身 竟然涌出一道火焰 火焰蔓延到了 黎月之琴上 同时 斩龙问天剑 插入其中 直接毁坏 谁也没想到 夜晨会这么做 哪怕这黎月之琴 对你没有用 也没必要如此糟蹋呀 这可是上古至宝啊 虽然损坏了不少 但也是价值连成的存在呀 在场所有人 见过不少败家的 顽固子弟 但是却从没见过 夜晨这般的 秋道的笑容突然凝固 一股无形的怒意 席卷开来 小子 你居然敢毁坏 我的黎月之琴 找死 一股歇斯底里的 咆哮之声响起 对于秋道来说 这黎月之琴 可是天大的机缘啊 他势在必得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 这神秘青年 竟然会当着他的面 直接毁掉 不再犹豫 他五指张开 化成鹰爪 灵气环绕在五指之间 疯狂地向着夜晨 投颅而去 这一抓 圣王静之下 必死无疑 但是还未触碰到夜晨 那燃烧黎月之琴 轰然爆发 火焰骤然百丈 宛如一条火龙 向着秋道而去 秋道一震 携带着圣王静之威 猛地拍去 刹那剑 他感觉到一股 摧枯拉朽的力量 冲撞而来 火焰消失 而剩下的便是一柄灵剑 只不过灵剑不再暴露 他仿佛穿上了一件 至高灵衣 剑鞘入身 那灵气肆意的剑鞘 仿佛为那柄神剑 量身打造一般 秋道身子猛地后退 稳住身形 死死地盯着 悬浮在半空中的那柄剑 而夜晨却是五指一握 斩龙问天剑 已经飞回了他的手里 看着此刻完整的 斩龙问天剑 夜晨嘴角勾勒起一道笑容 不灭之主 果然没有骗他 他五指一转 黎月之墓打造的剑鞘 以及斩龙问天剑就这样背在了身后 他扫了一眼秋道 黎月之琴便是我背后剑的剑鞘 你可满意 秋道眼眸血红而又猙獰 把黎月之琴当成剑鞘 这完全是抱点天物啊 这等宝贝竟然沦为剑鞘 还不如毁了 小畜生你找死 寒风骤起剑气四溢 整个时空变得错乱 秋道身上的气息 因为愤怒彻底爆发 让人窒息 他的手中更是出现了一柄黑色长剑 琴剑 琴剑山河 秋道一声怒吼 这是他的得意剑技 毁灭性极强 一剑落 山河毁 剑招施展日月无光 天地万物避让 山河仿佛陷入到死寂当中 仅此一剑仿佛将天地化为两半 大风突然席卷 风声宛如鬼哭狼嚎 又如琴音阵阵 冰冷的气息 让人毛骨悚然 所有人只感觉 自己的咽喉被掐住 难以喘息 甚至肉眼 已经看不到秋道的身影 唯有剑影 夜沉神色凝重 圣王敬强者 现在他想要阻挡 很难 但是既然对方出手了 他就是硬着头皮也要上 斩龙问天剑直接祭出 本命灵符闪烁而出 剑身之中 涌动着一道道雷电 血龙 出来 一声惊天龙吟直接响彻 然后 一头血龙虚影 直接钻出夜沉的身躯 折天蔽日 神龙之威瞬间寄警 苍穹之上 一道道雷电砸在了斩龙问天剑上 万道剑翼撕裂一切 宛如黑洞 向着秋道狂卷而去 这几乎是夜沉最强大的招式之一 这一剑 他已经毫无保留 强大的剑气 带着雷电和血龙之威 横冲直撞 剑翼在静止当中炸裂 一切仿佛被定格 在那肆虐的剑气之下 无数树木切割成为千万段 秋道的秦剑山河直接崩塌 漫天飞时 风云涌动 看到这一幕 那个此前怀疑面具青年 是夜市天的男人 突然惊呼出声 夜市天 他是夜市天 神龙雷电 强大的剑技 不会有错的 这三个字宛如惊雷 在人群中乍响 这一刻 那面具青年的一切 仿佛和那百宗追杀令的青年重合 无数人张大嘴巴 想要说什么 却是根本说不出 而此刻的夜沉 强大的反振之力袭来 他血气上涌 很是难受 同时 他脸上的面具 化为四分五裂 那易容的夜市天模样 暴露无遗 秋道也是如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但是当他看到夜沉的样子 却是彻底实化 如果仔细看 必然会发现他的瞳孔在收缩 畏惧之意充斥着他的眼眸 他根本想不到 这个青年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 夜市天 如果真是如此 那刚才的一击 绝对不是夜市天的最强一击 传言 夜市天一枝梅花便能爆发圣芒境 还能引动神雷 极其恐怖 这一刻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潜伏深处原本打算出手的人 更是一动也不动了 甚至急速后退 不光如此 有些修为弱的男人直接跪了下来 他们彻底被夜市天的恐惧侵蚀了 这个男人神秘莫测 这个男人是超越几丝青的存在 这个男人一枝梅花便可以碾压众生 这个男人控神雷 欲神龙 一剑之下毁灭山河 这个男人更是灵妇榜前十的顶尖存在 只要给他十年 便能主宰昆仑虚呀 怎么打 一人贵 百人贵 仿佛万众臣服 夜晨有些懵了 他知道昆仑虚对夜市天的恐惧 毕竟当初夜市天展露的力量 来自轮回墓地的大能断雷人 上古大能的实力 确实不是昆仑虚这些人可以抵抗的 但是也没必要这样吧 不过夜晨自然不会暴露自己现在的实力 反而慢悠悠地将斩龙问天剑 放入背后的剑鞘 而后 双手附在身后 任由血龙盘绕周身 这一幕给人极大的震撼 他眸子突然化为立光 射向了秋道 没想到 本尊的身份还是被你们识破了 我本平凡 奈何有人不想让我平凡 秋道 现在你可还要那离乐之琴 不知这附近有没有梅花树啊 话语之中有着一丝冰寒之意 听到梅花树 在场大部分身躯颤抖 全身湿透 而秋道也是一样 不知为何 眼前青年的样子 以及那种种恐怖传说 彻底吞噬了他 他心中的恐惧不断蔓延 如果这夜视天真的爆发权力 他连阻挡的资格都没有啊 现在夜视天施展的 只不过是天雷 而不是神雷 如若神雷降临 他必死无疑 想清楚一切 扑通一声 秋道也是跪下了 夜前辈小得不敢 我不知道夜前辈降临于此 不然我绝对不会产生亏伺之心 我愿意用一臂致歉 话刚说完 秋道一掌拍在了左臂之上 左臂当场化为一道血雾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让圣王静自断一臂 唯有夜视天重现江湖 才能做到啊